今天我们来做肥肠面 自己用机器压面做碱面 首先我们来做大肠 大肠要正面和反面 都要用白醋和面粉清洗 清洗干净之后放锅里 先焯水 放黄酒和生姜 来去除它的异味 做大肠最重要的是 除去它的异味 洗干净后切块 放入葱、八角、小茴香、桂皮 冰糖、蚝油、豆瓣酱 先把材料煸炒之后 再放入豆瓣酱、蚝油和冰糖 放入豆瓣酱、蚝油和冰糖 等炒出红油之后把肥肠倒入 加入开水 水面没过肥肠 加入料酒 盖上盖子 我们大约要煮一个半小时 收热汤汁之后 大肠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来做面条 中筋面粉400克 加4克盐和4克的食用碱 水 通常我们做面包或者包子 我们放一半的水 但这里要比一半要少很多 我们尽量把面团 给它和成比较硬的面团 我们不用担心 待会揉不动它 因为我们用机器来压制 海水 和水 研装 水 、水 水 水 野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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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面20分钟之后开始操作 我们把面团从机器里压过 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不成型的 没有关系 我们压它两三遍 它就慢慢成型了 这个压面积总共有9档 这是最粗的0档 是最厚的 它可以慢慢压薄 薄到最后可以做馄饨皮 所以这个机器可以做面条 细的和粗的 也可以做饺子皮 也可以做馄饨皮 我们现在在0档上面压制 等压成型之后 我们会到1档2档3档 现在基本成型之后 我们就把它两头粘住 这样就节省了时间 你不用每次都把面条插入机器 你可以一直滚 只是不停的调它的档就可以了 你用逐步的从0档到1档到2档 最好不要跳档 它的厚度慢慢的会变薄 当我们做面条的时候 你压到第4档 差不多就可以了 把它剪断 刚到4档压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断 把面皮拿出来 这个面条机有粗和细的区分 我们今天压细面条 我们可以在案板上撒一些干粉 以防它粘连 但实际上 如果你用很少的水 或这个面团的话 这个面是很干的 你不用面粉 其实它也不会粘在一起 这样非常精道的面条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烧一锅水 这样非常精道的面条就做好了 撒少许盐 让面条更加的筋道 加入面条 当面条浮上来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熟了 因为这是现做的面条 而且是细面条 所以很容易熟 我们加入做好的鸡汤 加入蒜水 复合酱油 复合醋 当然还有我们 拌麻麻香的红油 加入花生 酸菜 红萝卜丝 黄瓜丝 香菜末 葱末 最后放上肥肠 最后放上肥肠 下肥肠 不太好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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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